为了解决台11线中华大桥道复缸段 每逢廉价车多拥塞情绪 立委刘兆豪协助争取拓宽经费 把原本15米宽的车道 拓宽成为20米宽四线车道 并且在这个月初完工了 刘兆豪他也强调 希望道路拓宽之后 可以让民众有更好更舒适的交通 道路从15米拓宽到20米 车道也增为四线道 中华大桥道复缸段 在本月初完成拓宽工程后 将有效提升富岡地区的交通品质 如果各位乡亲最近有经过 我们台中市的中华大桥往北 就是往富岡的方向 你会发现在整个台11线的 它整个马路变得宽 而且变得直 而且变得整个视野非常的好 真的是配合了我们的太平洋 还有都兰山 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景色 而且整体开车的环境也提升了不少 每逢年假就塞车的路段 六月留帐号日前特别利用前交通部长林佳龙到台东市查时 争取8400万的经费进行拓宽 并在本月初顺利完工 虽然目前因为疫情 车流量大减 不过对往来台东市及富岗地区的民众而言 绝对是一大福音 从2019年11月14号拿造好 特别邀请当时的交通部部长林佳龙部长 还有我们的公布总局局长陈彦博来到现场 因为我们接受到民众的陈勤 希望这台11线 这个刚刚我们讲的重化大桥到下台11线 158到159K这部分 能够来加以拓宽 改善整个行车的这样的一个安全跟舒适度 那当场我们就获得了 我们林佳龙部长的支持 所以整个工程经费是8000万元左右 然后从去年开始设计完毕之后施工 那到今年的6月初已经整体的完成 所以大家一定会感受到整体的 无论是开车的舒适度、安全度 还有我们整体的视野 都做了相当大的一个提升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在这过程当中 有包括当时的林佳龙部长 还有现任的王国宅部长 还有前后任的公路总局的同仁 包括台东的同仁 大家一起通力合作 那这一项的公路拓宽的工程 能够如期如值的完成 带给我们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感受 刘兆也强调 希望道路拓宽之后 能让民众有更好更舒适的交通 记得潘俊伟台东市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